晚饭都煮好了,谁的你都不来 盐须根根 这个味道就像是杠上花,翻满乌骨鸡 然后我们加这个彩虹腐海椒面 小时候的味道 满意的很好 酸辣椒和酸菜 煸炒两三分钟 再煸后下鱼片 小火煮上三十秒就可以了 你看是不是和煮泡面一样简单 如果你经常腰酸背痛 这道汤记得要收藏好腰 香菇切薄片 碗底铺上一层肉末 把猪肚翻炒两分钟 营养美味的猪肚鸡汤是不是很简单 为什么酒店里的猪肚鸡汤又浓又费 然后下猪肚 炒过的猪肚汤才会又浓又白 放点党生和红枣 隔几 养味的猪肚鸡汤就做好了 最近猪肚可便宜了 花了四十五买一个回来煲汤 猪肚冻 炒过的猪肚汤才会又浓又白 然后葱姜蒜炒出香味 加入适量清晰 喜欢吃的蔬菜 烫熟烙出电炸完热煮五分钟 出锅